这是不和误杀其名的经典犯罪美剧 号称蒙泰奇电影的顶风之作 由全球最大的冰糖制造商海森堡主演 剧中他一如既往地贯彻自己一正一邪的风格 将丧良心的法官和爱儿子的父亲刻画到淋漓尽致 身为正义法官的老白为了帮儿子掩盖杀人罪行 利用人脉关系找人顶罪 而无辜的小黑 为保护家人的安全被迫入狱 不曾想去被黑老大的长子残忍杀害 经过法医鉴定 小黑生前遭受了残忍的殴打 死状极其惨烈 老白对此内疚不已 他和律师李姐拿上东西 前去慰问小黑的母亲 伤心欲绝的母亲认为 这都是某国典型的种族歧视问题 才导致儿子在狱中惨死 殊不知 导致儿子死亡的罪魁祸首 正是眼前这位正义的法官大人 面对小黑母亲的哭诉 老白有些手足无措 只能先带着李姐离开 而面对与李姐的感情 老白表现出既不答应 也不拒绝的态度 这一波极限拉扯 就是为了转移李姐对小黑的注意 老白也真是为这个猪儿子操碎了心 与此同时 黑老大质问长子干掉小黑的原因 他明白小黑只是个替罪羊 让大儿子转肩的目的 就是盯着小黑的动向 可妻子却偷偷告诉大儿子 害死弟弟的就是小黑 这才导致小黑被活活打死 现在线索断了 吉米也是无可奈何 表示过几天就会把大儿子给弄出来 而此时老白的家里 正在举行家庭晚宴 正当众人吃得开心时 李姐突然提到小黑的案子 而身为参议员的丈母娘在得知 小黑是偷了自家的车财犯的事 对此也产生了兴趣 就在老白慌得一批的时候 一只狗子打破了将军 狗子对着柜子底下又滚又脚 老白上前赶走狗子 想看看是什么吸引了狗子的注意 结果一拉出来 这块沾满血迹的不映入众人的视线 老白找了个借口混乱过去 来到后院 儿子不断抱怨着老白差点害死他 这坑边还得是亲儿子 老白对此也是无语了 与此同时 黑老大认为既然小黑已经死了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安排手下直接将小黑一家炸死 但小黑的弟弟 因外出买东西逃过一劫 这也为以后的事情埋下了福 次日 老白将儿子赵氏的车子销毁 他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就要出意外了 老白在开庭时收到一条短信 对方声称自己知道 儿子赵氏逃逸的真相 老白差点当场隐恨西北 开着车就是往家里赶 路上老白不停打电话给儿子 可这猪儿子就是不接 反而是在这边把上了妹子 原来就在几天前 猪儿子背着老白去参加了 死去男孩的葬礼 在葬礼上意外结识了男孩的姐姐 两人一见如故 都有着相似亲人离世的经历 这波操作属实是给我看蒙圈了 只能说一句属实牛批 与此同时 因为锦里做掉了小黑一家 预念帮的老大前来谈判 警理自知李亏表示会好好调查一下 随后通过关系拿到了警方的电话录音 啊 嗯 啊 啊 那ose agues 妹 这 då 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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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killed Rocco, he drove away, he stopped for gas